记得关注 一心一意 共创专业之美 一心一意 共创专业之美 一心一意 共创专业之美 一心一意 非常丰富的界面里 准备了超级重量足足 15000块的红包鱼 大家赶快来想起来 同样在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当中 不仅有非常多的一个重磅的福利 还带大家非常喜欢的嘉宾 以及精彩的直播看 来观看你们的精彩的直播 大家再猜一猜 我们今天的重磅嘉宾到底是谁 大家开始不断的在我们的公平的弹幕当中 已经开始刷屏了 小小的微信提示一下 他说梅科飞最近官宣了一位演技超赞 性格坚毅温柔的新代演员 大家都知道他是谁吗 赶快在评论区来 公平打出来他的名字 我看到直播间的宝贝 已经不断的在刷屏了 是不是 都已经非常期待建武今天的嘉宾了 好了 大气就不掉大家的胃口了 让我们以重磅来欢迎我们今天的重磅嘉宾 梅科飞中国区代人 程毅 哈喽哈喽 梅科飞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我是演员程毅 哈喽哈喽 欢迎我们的程毅老师 程毅老师哪个好 我今天看你的妆感特别的不错 首先这个皮肤的妆感质感都特别的好 后两 老师你也挺好的 谢谢 真的是向来我们都夸张 是不是 看到我们的直播间宝贝都已经不断带刷屏和滚动起来了 为了回馈大家这个热气 今天程毅老师也给他带来了超多的福利 现在先给大家来咱们这样重整好不好 送播见面里怎么样 好的 那我们今天程毅老师一来就先给大家来 送播我们的这个见面里 首先先玩一个互动的一个口令冲角 这个特别的简单 大家看一下我们直播右侧一个礼物的盒子 就在我们右下角一个礼物盒子来参与 刷屏一下我们的这几个字 每个非今夜大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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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看一下我们刷屏这几个字 每个非今夜大明星 我们倒计15分钟的系统会抽出一位 自全部写对的宝宝来获得我们的明星礼盒 一份内涵我们的随机的名乡正装的产品 大家一定要记着 我们刷屏之前千万不要忘记来关注我们的一个会员 加入会员 同样的才可以想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礼物 每个非今夜大明星 赶快来刷一切来好不好 今天就是开场直播就有这帮福利来送给粉丝的朋友们 给我们这帮福利是不是 是不是很期待 大家一定要领福利 谢谢我们陈一老师 稍后我们的系统会自动来抽奖 也恭喜我们的抽中的宝宝们 是不是 一定要记得截屏去找我们的客服来对讲 好 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 没获奖的宝宝也不要灰陷 因为后面还有非常多轮次的这个明星礼盒 等待着大家 以及还有我们的免单大将 所以说在我们今天的直播过程当中 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下单 再次跟大家来说一下 现在到直播间宝宝 一定要记得左上角点下 关注右下角点下 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 一定要记得先加入会员来分享一下我们直播 才可以领取我们的优惠券来 接下来到今天直播所谓的优惠的活动 一定要记得领取我们的会员的专属优惠券 我们今天福利是不是更多 很多的福利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你来我们直播间 交给我们的粉丝宝的福利 就成粉了 谢谢大家 一定要记得福利 对 我前段时间一直都在刷你回去 包括看像陈香 看我真是从古装剧到现代剧 就一直在排队这两个角色 我自己又一样沉寂其中了 就发现你在里面 为什么演的每一个角色 不然是古装 现在每一个 包括我看周神探长 演的都是微妙微笑 就非常的生动 我就已经是你的一个忠实粉丝了 没有老师你给我讲了 我说真的 其实我去看戏的过程当中还是像最近这个拍完了吗 看了一下还是会发现自己一些小问题 但是我觉得自己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我也会继续努力 我发现就真的是来掌声 我此处应该有掌声 我只不见宝宝来刷一波瓶 我想问一下我们陈丽老师 就自从我们这个沉香一直到你的底线 就是一个是古装一个是现代 或是你之内的这两个特色更喜欢哪个 我觉得古装现代都可以 各有各的特色各有尖丘 是不是对 每个都是你的心头 是不是 那也非常期待你后面的精彩 更多的节奏 也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一个表演 现在就想问一个 大家就跟我一样 我帮助粉丝朋友们来问一下 某一个福利 我看完底线就说恨不得马上入一部剧来进来 就是无碰衔接了 所以想问一问 咱们这个底线过后 有没有其他剧能不能去做一下 有真的有 《南风之我意》 还有《莲花楼》 还有一部深浅 我真的是很很期待住了 因为感觉就是 因为我之前都在比如说其他一个短时间 都看到我们刷了一些 大家都剧透了一些我们是花絮 还有一些画面都非常的期待 大家可以显々的期待一下好不好 就期待我接后来播出 除了我们演艺作品之外 我发现最近我们的成员 还成为了我们的梅克菲的中国区的代言人 是不是 这也是梅克菲的首次跟我们的成员老师来进行合作 我想问一下成员 对我梅克菲的匹牌的出用像是如何的 因为刚刚开始的时候 因为装造老师 因为以前拍戏或者一些通告的时候 那么装造老师都会用到我们产品 因为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那个持妆能力 非常的强 嗯哼 因为比如说我们拍戏 大家都知道夏天的时候 你会在户外 哎 你比如我拍莲花楼的时候 经常会出汗也会 呃 甚至会脱妆 没错 那么甚至如果也会出油 哎 那么怎么办呢 哎 就上妆的时候 他会用到那个防针机 加白喷 再加一个粉底液 嗯 后来这个效果用了之后呢 他就会让你的持妆时间会变得更长 因为对更持久 这你拍摄的过程当中呢 就会节省很多的时间 没错 嗯 所以说跟大家来说一下 有没有种草到 有没有干得到 可以看一下啊 我们这个左下角的这个购物车 如果喜欢赶快来加入到购物车啊 哎没错呢 梅克菲是非常受专业化妆师 非常喜欢这个品牌 甚至在全球都有专门的 梅克菲的这个彩妆学院啊 堪称了我们彩妆界的这个哈佛 那同样呢 梅克菲的这个彩妆产品呢 也全部源于我们的专业 源于我们的艺术啊 连对彩妆呢 职足的一个追求 备受彩妆师呢 这个非常喜爱的产品 也是非常好用的 这是梅克菲呢 非常深受大众来喜欢的这个原因啊 嗯 我想问一下啊 我们成员老师 就是日常咱们自己开戏的时候 有没有用过我们梅克菲的这个产品 用过 用过是不是 是不是经常用完之后 就非常的心有感受 也是 是的 好 那我发现就是很多粉色宝宝 也经常就是 光看我们成员老师 这个古装造型 是不是 那古装拍摄的时候 是不是比这个现代妆要复杂的很多 嗯 古装就是其实 对 戴绸套的时间 包括你化妆的时间 肯定是一天十多个小时 就耗在你 他其实就是说对 耗在时间比较长的 那戴头套的时候会不会出汗啊 会啊 你天气热的时候 你比如说 刚拍的这部戏 他四十多度户外 那你人不可能违背 自然规避 这才是 而且你知道 那个底装的衣服都很厚 很厚很厚很厚 所以就是说这拍摄的过程当中呢 就是你为什么防止出油出汗 那个底装是非常重要的 特别的重要 对你说底装他说打好了之后 那么就会让你的皮肤看起来更透 更有光泽 哎是对 非常的清透感 因为你发现就是化人装这个十几个小时之后 这个天气热真的是非常容易出汗 而且非常考验的这个底装的持有力 说明现在这个反季节的拍摄 真是非常的辛苦 嗯 最容易还是有一种真实感 因为你不能让那个装感太重 你画了真好像是没有画 哎 所以这个也是特别考验装作老师 或者考验这个产品 所以说再无据 就是比如说用四看的这个摄像镜头来拍摄 都不用害怕了 是不是 因为比如说我进去 你刚看年的肌肤的时候 就特别的好 就零瑕疵 真的是没有一点点的这个瑕疵 妆感是不是 没有 就是晒也很多 你刚拍这部戏 而且就是打打杀杀 先这段时间养一下 所以说我近距离观看 你的肌肤的时候都非常不错 那这个时候大气就不得不快 咱们这个梅克菲的产品了 不仅妆感非常的轻薄和自然 我们持久力是非常的抗打的 那接下来呢 为大家来揭露一下 我们这个梅克菲的底装的 这个持装的奥秘吧 首先要跟大家来说一下 因为老师刚刚提到 这三款的明星的产品 他这三款是我们的一个明星的产品 使用方法是非常有讲究的 我想问一下我们程老师 你还记不记得 就是咱们平时的化妆老师 给咱们是怎么来化妆 我记得 能不能给大家来传说一下这个经验 今天的直播间就刚吴辞 他说一声 因为这个首先呢 就是有五个步骤 就是对五个步骤 就是说你可能你的脸 就是说用这个喷雾 这个喷雾就是喷到你的脸上 喷一下全脸 因为你刚洗完 喷完之后呢 你就是把这个喷雾和你的粉底 再喷到粉底上面 混合一下 混合完了之后 你再上妆 上妆完了之后 你再喷一下这个喷雾 喷完了之后 对 喷完了之后 你再用那个粉底压一下 压完了之后 你在最后用这个再喷一下 所以这五个步骤 嗯 就会让你的持妆时间是更长久 不过我也是试了 所以我才会有有有有有 有这个体验 才是体验 对对对 因为身为一大颜人 肯定要更多的去了解 肯定更多用他的产品 我此时再有掌声 是不是 因为真正体验过了 就是帮我们的很多直播间 包括粉丝宝宝 就是帮你们体验过 才能用心的来感受说一下 虽然说只有这三款产品 它有足够是五个步骤 大家一定要记住 我给你们再来强调一下 首先呢 先用咱们这个白喷 白喷是一个 无水保湿的一个定妆喷物 所以上妆之前呢 先喷一下 不仅仅呢 可以使我们的妆容 可以更加的持久 还有一个无水的效果 可以让我们的一个后续的底妆 可以更加的一个服贴 尤其是现在是一个秋冬那个季节 皮肤是不是特别容易 卡粉啊 卡纹啊 就是不容易上妆 是不是 那白喷的跟大家来说一下 就非常好的 帮助大家来改善这些问题 其实我发现就是 有没有 就是每次化妆师 喷完这个皮肤的润 因为它是白喷 喷完之后会有保湿的作用 所以说你喷完之后 会有那种润润的一个感觉 是不是 所以说跟大家来说一下 上妆之前 一定要记得喷一下我们的白喷 那接下来 那么我们仿真机粉底 也是我们经验的一个芯片 它是非常的厉害 而且能够做到超服贴 超遮瑕 超持妆和超持色 各方面都非常好 就是我们这个仿真机粉底液 对 仿真机粉底液 那简单来说 就是说我们的上妆的时候 可以还原到你原本的肌肤一样 而且咱们仿真机粉底液 这样的一个瑕疵 修饰掉 就是还原你的一个原生的一个美肌 上完妆之后 一整天都像一个刚上完妆一样服贴 就是精致 也不容易卡粉 一个脱妆一个效果 这个就是咱们仿真机粉底液 有一个绝妙之处 所以说跟大家来说一下 一定要记住咱们这几个步骤 让你才可以有效的完成一个 零纸妆这样的一个感觉 是不是 零妆容 就是自然 自然 妆效妆感它最好了 跟大家来说一下 咱们这个仿真机粉底液 它本身就很精秀 那这个粉底液 加一点的白喷 可以更加的一个服贴 可以实现我们的 一加一大于二这个效果 整体的一个妆面 会更加一个精致 那上完底妆之后 就是一个定妆的一个动作 大家一定要记住 那先配碰我们这个白喷 白喷不仅可以补水保湿 还能成为一个成膜的黑科技 那碰完之后 可以在妆面上形成一种保护膜 让妆容不容易 因为外界的一个因素 化妆和博妆 而且这款喷雾的一个喷头 是那种是非常细腻 大家可以看一下 是非常细腻的这种喷头 看到了非常细腻的喷头 它是可以保证我们一个细腻 还有底妆一个修复的效果 可以让我们整体的妆容 可以更加的一个精致 所以就感觉到喷出来 这个雾气都是那种非常的细致 对 整个直播间都非常的清晰 而且是不是 对 而且因为我们又发现 我们的一个化妆师 在给您补妆的时候 还会用道具的像我们的蜜粉饼 是不是 对 就是这个 嗯 嗯 用它时候就是因为拍戏会出油 油的时候就用它来控油的效果 是比较好 而且发现它是非常容易好便携的 对 对因为它首先还是因为方便嘛 嗯 因为小巧 对小巧方便 口袋里面小包包 对 比如说尤其是出油 嗯 拍戏嘛 因为不可控制的天气因素很多 如果你去呃 补妆的时候 有了这个密封饼 嗯 粉饼的时候 它很快 嗯 完了之后 而且还很干净 很很透亮 也很自然 嗯 非常方便 对 而且给大家来说一下 如果你没有好好做为我们这个定装的步骤 会非常容易塔门 到塔门的 嗯 而且我们成员老师刚刚也说到了 就是说我们这个如果流程咱们没有做到位啊 特别像我们的底装 就是说一个 妆容的底子 像这款仿真鸡粉 它之类于不同的肤色呢 做出了一个多个的色号 相信每个人呢 可以选择到一个自己适合的一个色号 嗯 那接下来呢 我们邀请到了是我们一个专业的品牌 彩妆老师 李洋老师 大家详细介绍一下 关门的李洋老师 OK 好 陈寅好 终会见到帝君了 啊 我看好请坐 请坐 老人你也请坐 OK 好 直播间的各位宝贝们 OK 好 直播间的各位宝贝们 大家下午好 晚上好啊 啊 我是makeupfavor的彩妆师李洋老师 那很开心我们的陈寅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确实 呃在9月份的时候 真的就是一位某部热播 热播剧 而最后两局的时候 从头哭到尾 真的演技真的太好了 没有没有 这很炸裂的演技啊 那刚刚看到陈毅和我们的主持人在聊黄针基粉底 对不对 那作为品牌的彩妆师 那在这里呢 也要着重的给大家去介绍一下这款黄针基粉底液 那这款粉底液呢 是一款适合油皮混油皮油痘肌 然后脸上瑕疵皮去用到一款粉底液 所以说他这款粉底液可以更好的来帮助我们起到一个中到高度的遮盖 同时打造的是一个妈生虎皮临妆感的一个妆效啊 所以说这款粉底液用在我们的脸上是没有任何的手感啊 没有任何的粉碳的来我给我给大家去把这个粉底液去把它延展开来老师可以给个近景 然后陈毅也可以帮大家去看一下是不是贴幅度是非常高没有任何的妆感对不对 嗯 贴幅度是非常高的 然后同时可以隐匿住我手背上的这样的一些血丝都完全可以隐匿住啊 嗯 那所以说这款仿正基粉底液呢 油皮和混油皮的宝宝一定要去入手这款粉底液 那这款粉底液呢 呃想问一问陈毅你用的是什么颜色呢 我用的是那个自然色就是一恩零六 一恩零六自然色对不对 是确实一恩零六打造的是一个比较自然健康的一个服色 那所以说直播间的宝宝们你们想不想知道你们该如何去挑选你们的颜色 那今天我和陈毅就来教大家如何去挑选到适合自己的颜色或者说色调 那我们品牌的话呢 这款粉底液有N然后有N色调 然后Y色调和R色调那陈毅我想问一问你你知道NR和Y分别代表那三种色调呢 那还是做了一些功课 OK 那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吗 N色调代表的是 其实对就是N色代表其实这个就是更多的是自然健康色 中性调就中性色啊就是说可能更适合我一点 那么这个R就是代表那个粉色一点 对女孩子啊就是用起来白白粉粉的嫩的 那个Y就是那个带点黄带点白 对黄衣白这样子的黄色调暖色调对不对 暖色调那所以说陈毅确实啊全部都说了全部都是对的 肯定是偷偷偷偷偷还是做过功课对不对 刚刚刚也听说那所以说我们的代言人不仅是演技炸裂啊 同时呢也是很上心也为大家去推荐想推荐到适合的颜色 那所以说接下来我来系统的来给大家去说一说如何来挑选适合自己的色调 来我要借用一下我们陈毅的这个手腕好不好 帮我拿一下工作人员 借用一下我们陈毅的这个手腕这个部分 对因为这个我可以照或者这个手吧 这个手我们手腕这部分呢是可以看到一些我们血管一些颜色的 如果我们的血管的颜色啊 这边血管的颜色呈现的是一个蓝紫色系 紫色的一个颜色那证明你的皮肤是一个冷色调的啊 冷色调的一个肤调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血管其实是一个蓝紫色的 如果你的皮肤本身很白的话 那其实你的蓝紫色的血管可以更大程度的通过皮肤展现出来 所以说如果你的血管呈现的是一个紫色调 那你的皮肤恭喜你你是大家所说的冷美人啊 冷美人就是冷白皮 那如果我们的这个血管呈现的是一个绿色 那你的皮肤就是一个暖色调的暖色调一个黄皮 那如果既有那个紫色又有绿色 就是紫色绿色感觉相间都有 那就是中性色调好吧 中性色调OK 可能这个镜头的原因可能大家看的不是特别清楚 但是没有关系 通过老师和陈毅今天给大家说的这样的一个通过手腕血管 去叛变自己适合哪种色调 谢谢你陈毅来接下来的话呢 那颜色该怎么选择呢 来我们的卡片给我 给大家去介绍一下我们的颜色 如果你是我们的冷白皮 本身皮肤还蛮白的对不对 你想要也打造出一个更加健康的自然白皙的一个妆效 我们可以选择一恩零零啊 我们这个冷掉白皙的这样的一个颜色 如果你是我们的暖色调的暖色调的 我们就可以用到我们的暖黄一白 我们可以用到EY04或者可以用到EN06 因为EY04和EN06颜色是很接近的 中性色调其实黄皮和冷皮都是可以用的 好 所以说如果大家的皮肤是那种冷白 但是又没有特别白 我们可以用到ER02 我们的自然偏白的颜色 所以说大家可以在这四个颜色当中去选 如果你的皮肤是比较偏白一点的不好意思 如果你的皮肤是稍微偏白一点的冷白皮 冷白皮的宝宝选择一恩零零 如果你的皮肤是我们的冷皮 但是没有那么的白 可以选择一二零零二 可以打造一个自然白系的一个妆效 我们的黄一白EY04 或者也可以选择一恩零六 都是可以的好不好 来宝贝们 那刚刚聊完了我们的仿真基粉底液 适合油皮 毁油皮 油米皮 瑕疵皮的宝宝去用到的 那接下来我们聊到一些关于 诚意的一些工作方面的一些话题 那我知道其实艺人来说的话呢 拍戏会经常的熬夜 对不对 有的时候一熬夜的话呢 皮肤状况是不是 皮肤是不是会出现一些小小的状况 不知道你有没有 因为我发现你皮肤真的很好 就是肯定多多少少会有一点 还是会有一点 那平时如果说熬夜或者休息不好的时候 那一般皮肤会反馈出一些 怎样的一些不好的一些体现呢 其实我一直觉得拍戏都还好 大家都一样也不怎么辛苦都很正常 因为做演员嘛 因为其实圈内人大家都知道每个演员 你自己有梦想去做了 但是因为你自己的皮肤问题更多的是一些装造老师了 因为每个人的皮肤是不一样的 就像老师刚刚说的有偏油的偏干的 或者是是怎么样的可能是偏黑的或者太白了都有 那么我觉得就是找到自己适合的 是最重要的 对比如说我的装造老师 就是说他说 哎经常会就是如果我这段时间就拍戏太累了 如果可能每天工作很长时间 生活不规律 那么会出现一些问题 那时候你油出的比较多 很容易出油 就出油 那就说那怎么办呢 那你拍新的 更多的是一些美观 那个观众开始看结果嘛 对 你说那你不能说 你的黑眼圈很汗着油光啊 对就不美观了 对有的时候也会有点黑眼圈 对对 所以就装 对对卷容感 那装的对卷容感 因为时间一长 可能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类 可能你就可能已经已经很卷容了 那么装造老师是比较辛苦的 他会实时就给你什么提个量 拿就用这个粉笔压一压 我立马给你喷一下 这个这个喷物让你保湿盯着 而且换了基本人也立马清纯起来了 那所以说今天的话 我也案例给彩装师 也是案例给我们的陈毅一款产品 就是这一款我们的仿熬夜粉底液 也是makeup 法比较畅销的另外一款粉底液 因为刚刚陈毅刚刚说到 有的时候熬夜对不对 会有一些卷容感 会有点黑眼圈 甚至有时候皮肤状态 甚至或者说其他的宝宝们 或者说在没有休息的时候 皮肤状态不通好 容易出现起皮卡粉卡纹的情况 对不对 而且马上秋冬季节也要来了 皮肤有的时候 还有些宝宝们容易出现缺水的情况 干燥 那所以说当我们干皮 滚干皮的宝宝 我们可以去选择这款 我们的熬夜粉底液 这款熬夜粉底液呢 它是一款富含有人参 山茶花麦冬三大精粹的一款底妆 陈毅也可以来 这个粉底液可以挤在手背上 你可以去感受一下 你可以看一下这款粉底液的流动性 可以竖起来 可以看看这个粉底液 是不是在往上流动的 对不对 它的一个流动性是很好的 所以说它是一款精华类的粉底 流动性很好 然后陈毅可以延展一下 这个粉底液去延展一下 它的一个延展性也是很不错的 对吧 然后贴幅度也是很高 延展开贴幅度也是很高 好 我们的工作人员递一下纸巾 可以待会可以擦一下 谢谢 给我一张谢谢 所以说熬夜粉底液 如果干皮的宝宝们 干皮的宝宝们想要一个 可以打造出一个水光机 陶瓷机 奶油机 这样的一个妆效的粉底的话 我们可以选择到 makeup firewall的这一款熬夜粉底 这是一款养肤型的一个底妆 来我可以跟陈毅在手背上把这个粉底 可以延展开给你看一下效果 当然这个会有一点多 把它吸收一步 然后打造的是一个比较透亮的 打造是一个更加透亮的 更有光感的一个妆效 这个就比较适合干皮 混干皮的泡泡去使用的 脸上容易起皮卡 分卡闻到 一定要去用到熬夜粉底液的 因为我们不一定每个人都要用仿真机粉底液 对不对 然后我们会根据可以给大家去看一看 用出来的这样一个效果 我们可以根据适合自己肤质的产品 去选择适合自己的底妆 好的 非常感谢我们的诚意 谢谢 是白了 对很通透对吧 而且很有光泽感对不对 这是一款养肤的粉底 这款粉底也可以来帮到我们 可以打造出一个 患量肌肤 平滑肌肤 紧致肌肤的这样一个效果 同时一个补水 是持妆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 所以说干皮的宝宝 可以去试一下这款底妆 刚刚也跟大家系统的 讲了我们的仿真机粉底液 和熬夜粉底液 所以说大家一定可以根据自己的肤色 来挑选到适合自己的肤质 去挑选到自己适合自己的底妆 那底妆我们选好了 是不是定妆也一定要定到位 对不对 那可以 如果底妆很好 对不对 但是我们都希望底妆的这个效果 可以维持更长的时间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做好定妆 当然定妆也做好了三分之一 一个妆容 它的一个持久性 一个完美性 底妆很关键 定妆很关键 补妆也很关键 对不对 那所以说下面的话 我们来为大家去推荐一款 适合你们的定妆产品 那所以说接下来我们又要进行实验了 来陈毅 来可以在手背上用这个口红 可以在你的手背上去画一条口红印出来 好 对 然后我也看到最近的一个热波剧 就是 对可以画一条 对这么吗 对 都随便 这个都可以 对 最近我看到陈毅的一个热波剧的一个剧照 就是你是有涂口红吗 没有 就是有个热波剧 就是你的那个唇色就是很好看 看到一个热波剧 没有涂口红 涂口红没有 你没有涂口红 应该是吐血吧 吐成那样 哦 那就是那个当时的那个特效老师给你调的血浆 哦 对对对 都调的血浆 吐血 对 因为我知道 因为我知道有很多宝贝们都很喜欢你当时的那个 啊 那个剧照里面的那个唇色 那所以说呢 我们这一款我们这一款我们的这个 断光的一个小红 小红唇的这样的一个唇膏 四三六号色呢 你可以看一看是不是很像你当时的那个剧照 那个颜色是不特别像对不对 剧照的颜色 那就是那个热波剧里面当时热波剧 哦 成香啊 对 哦 这个蛮像的挺挺挺挺 很像对不对 很像 这就是我们这个断光小红唇四三六号色 所以我喜欢的宝宝赶紧去冲一波好不好 这个这个颜色呢 也是makeup file的一个热麦色啊 这个颜色涂在我们嘴唇上也是可以打造出一个一个 一个甜酷辣妹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好不好 来我也在我的手背上去要把这个颜色去涂抹开 好 待会要给大家去看到一个小的一个小实验给大家去看一下 然后来工作人员准备一张纸巾 谢谢 好 你给我吧 谢谢 对 来 陈一可以拿这张纸巾去按压一下这个口红 看他会不会掉色 对 这么按 对 按一按 对 然后看一下纸巾上有没有颜色给大家去可以展示一下 有颜色对不对 那所以说来一个特写 可能会有点曝光这样稍微低一点来一点特写 会有口红的颜色对不对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不定妆会导致的问题 然后接下来再来继续做一个小实验 再来做一个小实验 来 我们这是一个眼线笔 很多人都会有晕妆的这样的一些小问题 对不对 来陈一也是一样的在手背上去画一部 对 对好 然后你可以在手背上把眼线像这样去推一下 然后给大家去看一下 对 竖起来或者我来推一下 来我把它推一下 你可以看到这个是不是晕妆晕掉了 对不对 就是好恐怖 刚刚画好的一个很精致的眼妆 没有把妆定好 妆容就晕掉了 接下来的话我来给大家去看一下 好 来 同样的纸巾 湿纸巾给一份 让我们的诚意可以把手擦一下 谢谢 然后接下来的话 对可以直接擦掉了 没有关系 那接下来的话 我来给大家去看一看 用了定装粉的一个效果 这是我们的眼线胶笔 眼线笔 涂在我的手背上 好 然后我们用这款蜜粉笔拿出来 然后刷子 首先我们可以看一下工作人员准备一下我们的黑色的布景板 谢谢 来我用刷子 你可以来准备一下吗 工作人员可以在我身后 对 把布景板稍微的展示一下 对 然后的话我把刷毛稍微的弹拨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的这款蜜粉笔是不是非常细 对不对 像烟雾一样飘走的一款定装粉 对吧 粉质是非常细腻的 然后用这款定装粉呢 我们在口红上面去定一下妆 在眼线上去定一下妆 我们待会再来看一下 首先口红的颜色没有任何的影响 只是它会更加偏向于哑光的一个质感了 就没有刚刚的这种很滋润的这样的一个亮光感觉 它是一个变成一个瞬间变成一个哑光的感觉 也同样 也可以让我们的唇装更加的持久 然后再把眼线定一下 同样的这款定装粉呢 也没有去破坏眼线的这样的一个饱和度 那陈奕可以用手去推波一下这个眼线 看一下它会不会出现刚刚的情况 我就要推 推一下 随便就这样 就这样往下推一推 对 好温柔 不掉对不对 不掉对不对 OK 我告诉你 你今天把我的皮磨破 它都不会掉 它就是这么厉害 好不好 好那所以说这款我们的这款密粉底 所以说一定要记得我们粉底选择适合自己的 让底妆可以更加的持久 做到三分之一 那另外三分之一就是定妆 当然还有三分之一就是要做到补妆 对不对 来工作人员可以把卸妆油给我呈现一下吗 谢谢拿一瓶血装油给我 陈奕还是要麻烦你哦 因为今天就是要让你就是为大家多多的就是共互动一下 因为大家都很想看你 没关系 看一下把你的手掌心打开可以吗 好你这个手吧 这个手方便 可以我觉得你拿那有垃圾 这个是makeup file的卸妆油 我把卸妆油挤在你的手背上 好挤一滴 然后我把这个卸妆油抹开 可以给大家看一看你的手掌心是不是很油 反油光的感觉 来工作人员 好油对不对 反油光 真是你脸上出油不可能出到这种地步 出到这种地步 那真的就是脸上都可以产石油的感觉了 好 来下面来我们来看一下补妆 有的时候拍戏的时候是不是也会就是拍到一部分的时候 就是中途休息的时候也有彩妆师去给你补妆洗一下油 对吧 那所以说这款产品当我们有油的时候来 手掌心可以给大家去展示一下 我们有油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这款定妆粉 来老师给一个特写镜头 去按压一下我们容易出油的部分 然后你们可以看到 这边还是油光的 这边是亚光的 看到没有 就这么厉害 而且没有任何的粉感 我把陈宇这边也先补好 然后让你自己看一看 这款定妆粉就是在你出油之后 你随便怎么补都不会厚重 朋友们宝宝们 陈宇你可以自己去看一看 来大家都已经看到了 是不是没有任何的油光的感觉 对吧 而且而且没有出现任何卡 和卡文的情况 所以说这就是这款 Maker Fiverr这款蜜粉笔 它定妆和武装的这样的一个很厉害的地方 所以说没有去get这款定妆粉的包包 一定要去get这款我们的蜜粉笔 而且今天下单的话 也是有我们的套组活动的 好 OK 所以说我们刚刚的几轮的测试都是很成功的 所以说蜜粉笔也是很优秀 接下来的话呢我们为大家去送一波福利好不好 那这一轮我们依旧为大家送出明星礼盒 我们来一个互动口令好不好 来陈宇记得这个互动口令啊 定妆蜜粉笔好不好 定妆蜜粉笔 内涵我们的随机明星的正装 所以说一定要记得先关注我们的直播间 并且入会好不好 来定妆蜜粉笔刷屏刷起来 那陈宇宝宝陈宇我们陈宇 注意不要打错字哦 不要打错字 然后再给大家去念一下我们这个口令好不好 定妆蜜粉笔好不好 那所以说非常感谢我们的陈宇 那同时系统待会的话也会自动开讲 那所以说宝宝们如果哪位宝宝中奖的话呢 一定要记得去截屏好不好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把直播间交还给陈宇和我们的大琪 谢谢 谢谢老师辛苦了 好谢谢我们的李洋老师 哈喽大家好我是大琪我又回来了 那刚刚呢我们的彩者老师给大家展示一些明星产品 一个小实验 我也偷偷学到一些小知识点啊 那我们跟陈宇老师要聊一下大家比较有兴趣的这个话题好不好 其实刚刚呢有提供到 好刚刚有提供到了上面几个产品了 来化我们这个底妆 其实比如说吃火锅咱们都补肯发妆 然后说到吃火锅 我想问一下陈宇老师 就是最近沙丸青来到美食的剧集地长沙了是不是 说到长沙真是美食便补贴是不是 对 真的是真来到我长沙 因为大家知道你是湖南人吗 回到长沙可以好好地休息一下 其实当演员真的是非常的辛苦 也就是为了拍戏展展各地 比如说陈乡在新疆 南方又在云南 那现在回到了长沙 其实这些城市都是瘟疫差度还是蛮大的 我想着一下 你这个皮肤和底部是怎么样 可以感受到这些的皮肤的转化 嗯因为温度温度吗 其实因为从事呃 这个职业也很多年了 我觉得还是那个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方法 嗯 因为其实比如说在北方比较可能天气有点干燥 哎 那南方可能会有点潮湿 嗯 那么这个仿真机 仿真机 派生用场了 对 他就是无论是干燥还是潮湿 他都可以用而且都是非常的实用 对 看到了吗 就是这款仿真机粉底液 无论在干燥还是潮湿的环境下 都能够做到非常的伏叠和持妆的这个效果 这款仿真机粉底液 它可以针对我们的一个肌肤的一个肤质和应对 都是非常OK了 那除了一个护肤底妆的这个需求和分享 可以从个人角度上来给大家来简单介绍一下 家乡湖南 就是比如说你喜欢去湖南哪些地方啊 就是你跟我聊聊 就是因为就是我对古代不是很了解 因为好吃的好玩的 因为我从小生活在那个湖南的淮华 湘西一个小小县城叫陈锡 嗯 嗯 是一个很可爱的一个城市 那个小乡镇 对地方不大小县城 嗯 那么后来大学完了之后来到了长沙 嗯 因为湖南嘛好吃的蛮多的 大家也都知道湘西菜 嗯 就是湖南菜香菜 包括香菜里面包含了很多的菜 嗯 大家喜欢吃辣的 嗯 或者吃口味的 嗯 那就来我们湖南吧 来湖南这边就是好吃的好玩的好喝的 咱们应有尽有是不是啊 嗯 大家都知道湖南有很多好玩地方 大家如果想玩的话可以来这边来体验一下 那说了这么多我们就是给粉丝来谋取一些福利啊 就是呃 盖他到了直播结束啊 就跟大家来说一下啊 呃玩一个互动小游戏 就是我用关键词来描述你这个美国飞的产品 就是你来描述我来自猜好不好 嗯 就是我来说你来猜是哪个产品 嗯 为他简单我来说一句话啊 然后第一个啊 你听这件事啊 嗯 有似无还原好皮肤 这是什么呀 好真姬 是他是不是 好 第二个非常的松明发现我的诚意啊 用的产品非常了解 第二个是我们的细腻柔胶无痕寸油 哇 是他 很厉害是不是啊 我们这个粉丁是不是 好 那最后一个就是瞬间锁水 肌肤喝饱水 肌肤喝饱水 哇 白喷啊 是不是 回答正确 非常的迅速了 此处应该有掌声是不是 那接下来我们再玩一个游戏好不好 就是大家非常喜欢呢 包括粉丝朋友非常期待了 就是一个表情包 这里就是我忙抽忙拿 拿到哪个就看哪个怎么样 没问题 真的可以吗 好不好 那来见证一下我们这个 梅克菲的这个底装效果到底是不是真的 三地不贴 来 我这 你这忙抽 你先来抽一个 哎 我看正版 版了 对 你要不看一眼 嗯 这是要做他的表情 对 做他的表情 哎 嗯 哦 OK 好 来看我们的第二个 还在抽一个 嗯 好 是个味 是什么 眨眼 动眉毛 哎 又动眉毛又眨眼 对 这个是个难度啊 嗯 哇哦哎表情包结起来表面结了是不是这个不错啊是不是好那我再来最后一个啊还有最后一个我这样我过来几个大家不要期待这个环节有没有几表情包来忙抽一个我啊哎呀这个表情是我经常用的这个表情嗯哇哦是不是嗯来大家赶快来刷一瓶刷一下来啊来我们接下来就是刚刚我们的这个表情 这个这个陈欧老师给大家玩一波这个这个表情的这个表情吧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玩一波就是给大家一个抽奖的福利啊我们打下关键字怎么样关键字打个几个字啊私容装感啊为大家来抽取一下我们的信誉宝能获得我们的明星礼盒一份能够获得到是我们的随机明星的正装的产品大家一定要记得在刷屏之前千万不要忘记关注咱们这个直播间并且加入我们的会员才可以获得来私容装感那四个字千万不要做错来 私容装感的刷屏刷起来期待一下啊也不知道哪位宝宝可以那么的幸运获得到我们这份明星礼盒啊也非常谢谢我的诚意稍后我们的一个自动的来抽奖啊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粉丝宝非常喜欢的这个环节就是虫粉的快乐快乐这个可以吗可以啊哎你准备好是不是我就忙问好不好好好第一个你这被化妆逼不可少这个步骤是什么粉底粉底是比如说房间机粉底咱们都用起来一般杀青后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睡觉睡觉哎对休息是不是那除了演戏有什么厉害的一个技能和特长吗嗯哼游泳游泳哎运动是不是那最擅长的运动是什么 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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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 不知道怎么用 就是这个 一般那个就是有这个镜头 就是非常的这个是不是 不是老师这不今天刚刚都用了很多 是不是好可以了 那双十一有没有要买的东西呢 啊 双十一有没有要买的东西 双十一对啊 梅克菲是不是赶快加了购物车 享受我们梅克菲给带来更多的好物 那什么时候能给大家来发个自拍 或者是无浪之类的 有没有这个可能 特别期待啊 第二排 啊安排了是不是 是不是那可能明天就看到了 是不是有可能 那没有那么这个就未知了 是不是大家可以前期来来期待一下 就是想问一下未来有没有想要尝试的角色 有发现已经尝受过很多角色了 一直在挑战突破自己 作为演员吗 只要没有演过都想尝试 好 那未来的工作计划有什么 未来的工作计划 我正在看剧本呢 就是最近每天其实就是看看剧本 健健身 陪陪爷爷奶奶爸爸妈妈 差不多就这样 好 那时间过的是非常快 马上陈妖老师跟我们大家来说再见了 最后来给我们的粉丝宝宝来送我们的福利了好不好 好 那在这里呢 非常感谢大家观看我们今天直播啊 我们的最后一波大奖抽搐大奖啊非常重磅的 免单奖 免单奖 就是因为你来跟我直播间的粉丝 从来一波免单奖 这个一定要 记住免单啊 对不对 没错 那么在这里呢大契给大家来微信提示一下 评论口令之后来进行我们一个系统的抽奖 大家可以点击我们的直播的右侧的礼物盒子 来进行参与来进行刷一波我们的双十一买 每颗飞双十一买每颗飞抽出一位自全部打对的幸运的宝宝呢 刷屏之后一定要记住啊 抽取一位自全部打对的幸运宝宝 上面说千万不要忘记关注我们的直播间 并且加我们的会员 一定要记得同时还要下单还要免的双十一买每颗飞 大家赶快来刷屏刷起来好不好 看到很多宝贝在公屏里面不断刷屏刷起来 一定要记着啊免费单 对要双十一要做什么事情 买每颗飞对不对 对一定要记着商事也买每颗飞 记得捷语去找我们这个就是大家就是说找到自己适合 我觉得可以去尝试一下 因为大家觉得这个适合因为他也有几款产品 因为大家这个牌的女孩子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产品就是很多很好用的 所以找到自己适合的 那今天晚上也非常感谢我们陈老师来陪伴我们直播间 最后有什么话要对我们直播间的粉丝宝宝来说一下 我还是那句话就是不断的会努力给大家带来更好的作品 更好的决策 也谢谢喜欢角色的你们 因为谢谢你们的苦力 我也谢谢你们的支持 我今天也可以坚持走到了这里 所以也非常感谢你们 我也会继续加油 带更好的作品 更好的角色给大家看 好谢谢我们的陈宝老师 大家一定要记得多多关注我们的直播间 非常感谢我们今天陈宝老师来做过每个非的直播间 你希望今后可以多多来到每个非的直播间 来分享更多有趣的内容 好的好的 还有就是天气马上冷了 大家终于保暖 而且还要做好防控 身体健健康康的 自己身体健康好了 才很好的去照顾自己的家人 好了 我们一起加油 好 要跟陈宝老师说再见了 接下来由大吉和李杨老师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的采动知识 以及双十一回合非的购买政策 大家千万不要走开 那么暂时要跟陈宝老师说拜拜了 谢谢我们的陈宝老师辛苦了 拜拜 好我们再稍后见 好 谢谢 谢谢